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50%,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二工信部,聚焦自动驾驶系统等关键技术,加强研发公关 6月27日,2018世界移动大会,车联网产业生态峰会在上海召开,工信部科技咨询事员毕开春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坚持创新驱动,聚焦LTEVRX,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等关键技术, 加强研发公关,加快交通相关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推进车路协同发展,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保障体系 3.全国政协将举行双周协商座谈会,促进燃料电池汽车健康发展 近日,从轻能产业发展创新论坛2018上获悉,今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将就促进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 举行双周协商座谈会,7月开始将组织相关调研,并向中央提出新的建议,同时结合13-5规划中期评估,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能源革命等规划,和相关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明确发展路径和方向,促进燃料电池汽车健康发展 4.上海2016年第二批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超2.4亿元 阅读原本6月25日,上海市发改委发布关于下达本市2018年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第二批的通知 通知指出,根据国家财政部关于下达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用于2016年新能源汽车推广补助资金清算的通知 财建2018-121号和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 2016年修订货府办法2016-7号等有关规定 安排经审核通过的16180辆 2016年度第二批新能源汽车地方财政补助资金24461.1万元 5.上海敏航区启动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申报 给予租赁业、客车和充电桩补贴阅读原文 近日,上海敏航区发布2018年度敏航区相关单位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的通知 上海敏航区将给予汽车出租、租赁行业使用的新能源汽车、企事业单位购买的新能源客车和在公共区域安装充电桩补贴 6.武汉启动2016年新能源汽车补贴申报 按同期国部1比1补助阅读原文 近日,武汉市科技局发布,关于开展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地方配套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申报对象为,2016年在武汉市实现销售,并完成首次注册登记且,以取得中央财政补贴的新能源汽车 补贴标准位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补贴的基础上 按国家补贴标准的1比1给予地方配套补贴 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车辆销售价格的67% 7.苏州公市2017年新能源汽车补助清算结果 3586辆车和1502个桩,申请补贴 阅读原文 6月26日,苏州市发布2017年度及部分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及财政补助资金清算的公式 该公式明确,2017年度苏州市共有3586辆新能源汽车和1502个充电桩申请 2017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及财政补助资金 2016年度苏州市共有457辆新能源汽车和67个充电桩不申请 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市及财政补助资金 8.重庆市建成国内首个车装一体化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6月27日,重庆市科委消息,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山地城市电动汽车分时租赁模式及支撑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支持下 重庆建成了国内首个车装一体化的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公共服务平台 200亿家租车,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租车和充电导航服务 9.中国5月新能源车电机装机量超9万台,比亚迪北汽新能源联合电子,包揽前三月读原文 根据第一电动研究院数据书理,2018年5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装机总量达90242台 用磁同步电机占比近9成,成为市场主流,5月新能源汽车的产出分布中 仅有少量车型搭载两台及以上驱动电机,其中在乘用车领域,这部分车型产量近3000辆 驱动电机装机量近6000台,在商用车领域包括新能源客车及新能源专用车 搭载两台及以上驱动电机车型,产量为1200余台 驱动电机装机量总计为2400余台 10、路宾、威马9月交付私人用户,不搭载古神电时 6月27日,第一电动旧首款车交付,搭载电池等问题 与威马汽车战略规划副总裁,联合创始人路宾进行了交流,并得到其书面回复 路宾透露,威马9月30日的交付,基于真实用户进行,且并非为网友热论的工信部公告车型 搭载古神电池的车型不面向C端用户 威马目前已经收到超过1万份的EX5预购订单 预购订单是指已交付了3000元订金的客户 另外,近期退订的用户,大约占交纳订金,销订总数人的10% 其中因电池原因退订的客户约为0.23% 11、沃特马7月起全体职工放假半年,订单不足,资金困难 6月28日,深圳市沃特马电池有限公司向全体职工发出通知 称公司2018年以来一度出现资金困难的紧张局面 多方媒体也相继报道了近半年的危机 相信各位员工已经感受到了公司的这份窘境 为解决因公司订单不足,资金困难,给全体职工带来的职业发展影响 经公司高层战略研究决定,自2018年7月1日 7全体职工放假6个月,期间工资按规定支付,无险一金按规定购买 12、吉利董事长李舒福,到2020年吉利90%以上的汽车 为新能源汽车 6月28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 针对电动汽车的发展,全国工商联会副主席,吉利集团主席李舒福出席论坛时表示 电动汽车发展受到石油价格,各国环境要求,以及用户对电动汽车使用体验 基础设施充电桩等多种因素影响 但他认为,电动汽车是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 而吉利到2020年90%以上的汽车都是新能源汽车 都实现电动化 13、哪吒N01官图 正式发布60千米等速续航 380千米三季度上市日前 合众新能源公布了其首款车型哪吒N01的官图 新车定位于纯电小型SUV 官方透露,新车60千米每小时等速工矿续航里程里成为380千米 快充模式下,可在30分钟内,充入80%的电量 据悉,预计将于2018年三季度上市 动力部分,哪吒N01搭载一台75马力的驱动电机 电池组容量根据供应商的不同 分别为35.5千瓦时,宁德时代和36.21千瓦时 捷威动力 中法评表示,科里远是新能源混合动力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15.英国石油收购全英最大电动汽车充电公司 英国石油公司BP6月28日宣布 将收购英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公司 Sharkmaster Sharkmaster在英国运营着超过6500个电动汽车充电点 并销售和维护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包括家庭充电装置 16.Netspeed发布SoC Builder人工智能驱动的设计与集成平台 加速SoC设计 6月27日,Netspeed Systems宣布推出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片上系统 SoC设计与集成平台SoC Builder SoC Builder包含一个预计成的第三方IP目录 以及针对人工智能、汽车电子、5G、超大规模计算和ARVR等应用的专用参考设计 SoC Builder旨在使SoC开发更快速、更容易,并避免出错 利用SoC Builder,可将系统搭建时间从数月或数周缩短到数天 17.奥迪宣布推迟首款纯电动汽车EChang发布 首发的改为美国 近日,据外媒报道,奥迪决定取消原定于8月3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居行首款纯电动汽车EChang的峰会 这是继奥迪原CEO施泰德被捕后 EChang发布推迟 对于奥迪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对于首款纯电动汽车EChang的推迟 奥迪发言人在提供的一封邮件中表示 这一决定主要是为了抓住我们在美国市场推出首款全电动汽车的机会 我们现任董事会主席正在引入一种新的模式 本文地址,https,www.deeve,com.ruzichang711